北京时间今天9月1日,下午17点30分,第十八届雅加达亚运会迎来一场金牌战,由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,将在决赛中对阵泰国,历生在最后一波中击败对手,实现中毒金牌的目标。 万众期待之下,中国女排此战定将有出色表现,为登顶亚洲冠军宝座再次发力。 今天下午的金牌直战,由郎视舞套直播,经过昨天的两场半决赛争夺,日本和韩国都已经纷纷落马,尤其是亚运未冠冠军韩国队,面对一军突起的泰国,遭遇一比三大败。 即使曾经的世界第一主攻守金软紧在场,也已是无力回天,另一场半决赛上中国女排对阵日本,三局较然过后,中田九美带领的这只日本女排,在中国队的强大攻势之下,也已0比3落败。 只能在今天下午13点30分进行的三四名争夺战中,与韩国女排争夺第三名。 在昨晚进行的霸决赛中,中国女排队长朱婷发挥出色,以28口14中四篮,拿到了全场最高的18分。 更大的惊喜来自于李盈盈,这位年纪是8岁的联赛新星,虽然是替补登场,但她却发挥出极高水准,扣球14中八。 此外还有三次来往和两次发球得分,一成与前几场相比也见不明显。 把扣篮房摇摇出彩,李盈盈展现出了全能的一面。 中国女排在此前的多场比赛中,完全体现出世界排名第一的球队风貌,其战七身全部以3-0强势击款对手,成功挺进决赛。 而今天冠军争夺战的对手泰国女排,在之前的关键战中,曾经哼扫过韩国和日本,实力与斗志也是令人观目相看。 泰国女排的核心人物是二传手努特萨拉,她在半决赛上的表现堪称完美,无论是组织进攻还是蓝王防守,都见现世界击球性风范。 今晚中国女排与泰国女排强强对决,势必有一场恶斗,望中国女排在战冠军风采,一举摘回亚运会金牌。